誰可誰可好 誰可誰可好 趕快在廚房 趕快在廚房 竊蟹重新消毒 蔡三清啊 我是跟你有仇是不是啊 你不用這樣對我啊 學長 對不起啊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千萬不要動氣耶 不要動氣 我氣動得足了 我還冒煙啊 我跟刀這麼小 我們來門沒有碰過這種情況 現在是怎樣啊 大概要二十分鐘 那我們要等很久耶 既然要等 大家輪流吃早餐 學長 你們都一吃早餐弄了幹嗎 蔡世信 是你延誤守舍 你留在這裡 是 學長 我昨天餓了一整瓶油灌茶 唉唷 是你活該又不是我活該 我餓得要命耶 對不起啦 學長 對不起 阿翔 快一點 我們不能讓學長等我們 不用急 正在的學長躺著沒差 成刀還沒進手術室呢 沒想到這台刀的時間 花得你預先好久 對了 你們不是要幫歐陽學姐 找尋真愛嗎 現在進度怎麼樣了 自從她學長的女朋友 出現之後 歐陽學姐開始變得比較避嫌 但她的穿着卻開始變本加厲 真不知道歐陽學姐 是怎麼想的耶 學姐這糟糕啊 男人看得到吃不到 也覺得心癢癢 這樣不就把男人的心勾過來了嗎 我有教你們在背後說人形況 學長 學長 我們先進去了 難道 她真的被愛情沖滾頭 什麼都不顧了嗎 別想讓我自己走 我妳看得到 怎麼會 沒問題 妳們不顧了 我都不顧了 我還是要去她 你不顧了 我看得到她 那是 我看得到她 你不顧了 她不顧了 我看得到她 我看得到她 你不顧了 你不顧了 我看得到她 我开次床都只开三十分钟 我开次床开了一个小时 我很难受 你知道吗 学长 是不是叫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底福 空乏其身呢 我心里是真的很苦啦 而且我很饿 哎呦 回不及很长 我现在很焦虑 你们不会懂的 学长 你不用担心啦 你只要之后每天按时做温水做浴 很快就会恢复啦 学长 恭喜你 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 不用再为痔疮所苦了 你现在恭喜还太早啦 要是正太学长的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还是跟之前一样 痔疮啊 很快会再长出来的 你是在诅咒我吗 走开 我不想跟你们讲话 也不想看到你们这一台轨 走开 好了 那我们就走了 不惹 学长生气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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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你们在这里拍啊 嘿嘿 我回复啊 回复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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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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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轻轻碰一下伤口 你就叫这么大声 我会忍耐一下吗 虽然我也不想叫那么大声 可是这个痛 跟火灯连过去一样痛 手术伤口本来就会痛 不然之前 你是怎么对智冲开刀的病患 做围剿 我就说不会影响排便 只是会比较痛 学长上次要我们假扮病患 体验病患的心情 我看他现在 应该根本就不用假扮 也能感动身受了 这样以后 正在学长对病患 应该会更有同理性吧 既然你已经知道会很痛 就忍耐一下 学长 你可不可以开 那个PRN的止痛药给我 这样我好痛好痛的时候 我就不用打扰你了 好不好 我会开止痛药 跟软便寄给你 但是 你还是要做温水作业 还有 饮食习惯要改变 我知道 这是多吃腥味食物 多喝水嘛 陈志敏 陈志敏先生说要来探望你哦 哦 好 哎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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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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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屁屁 我的屁屁 学长 快喝快 盖起来 盖起来 嘿嘿嘿 好了吗 陈医生 你还 你还好吧 嗯 很好啊 你看我 很好啊 怎么了 你怎么不在病房里面休息 我欧阳学妹说我可以下床活动了 所以我一听说我救命二人在开刀 我说什么一定要过来看看你 学妹 哎 你说救命二人太夸张了 不过我真的是因为救你 导致我的痣疤发作大出血 修炼十几年的内力进食 连我的自尊心也荡然无存 哎呀 真不好意思啊 我都不知道是因为我害了你痣疤发作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 好好赔不试 请你吃顿饭 顺便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不要 到时候我又被说收惠最佳一等 陈子密 人家好心好意来探望你 你这么讲了好像人家是坏人一样 陈先生 既然你人也叹了 道谢了 要不要我们就先回病房吧 好 那陈医生你好好休息啊 早日康复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送他回去就好 这 学长 这忿仁仪的小事我来就好了啦 我等会儿帮他检查伤口 所以交给我 哦 好 你们又觉得哪里怪怪的啊 毛巫索人的感觉 觉得这个画面好像很熟悉 好像有一个大哥 要为了自己亲爱的妹妹 去跟另一个男人谈判 完蛋了 学长会不会对陈先生暴力想想 哈喽 你们三个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很痛的病人 趴在这里 你们还有时间在那边聊八卦 不来照顾我 你们懂不懂 什么叫做事病如亲啊 好啦好啦 我先回骨科工作了 学长你好好休息 我也要回病房去看病人咯 那我先去写病历了 学长 不是 学长 哇 你们不是要照顾我吗 你们应该照顾我 我还没 算了 靠人不能靠近 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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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难呢 不好意思这位先生 你一直按铃干嘛 哎 晓晓 哎 晓晓 我超级痛的 你帮我打止痛症 哎 表姐夫 你说一点痛都不能了 你算不算男人啊 什么叫做一点痛 我现在抽痛 剧痛 生不如死的痛 快点啦 你帮我打止痛症啦 唉 好啦 跟我一下啊 快点 快点 很痛 好痛喔 这人太像那一只鬼吼鬼叫的 很打扰我的思绪 可没办法好好做事情 我照顾过这么多开痴疮的病患 就是她最会叫的 你知道吗 那个隔壁房的啊 家属还有病患 已经跟我投诉好几次了 对啊 他真的是超水 对 真希望她赶快去 对了 小小 你有跟孙祖志说 洆湞她要打止痛症这个事吗 说啦 我现在就要去帮她打止痛症 所以她给她口服药 好 快快快 这样和我耳根也可以亲近一点 等一下 小小 你先去帮她打止痛症 口服药我等一下帮你拿给她 不用啦 我一次给她就好了 免得等一下要多跑一趟 浪费时间了 小小小 你就是要天才说的呢 把口服药给她 然后你要记得 打针之前呢 一定要问她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并且跟她确认她的病名 阿湞 你这很坏 是杨湞对落我的表姐 不过 我喜欢 小小 你打完针就要马上告诉我 我马上进去给药 好 天才哥哥 那这个药就交给你了 好 那我先走了 陈天才 你真不愧是天才 竟然想得出这一招来 阿长 我平常是绝对不会对病人这样子的 你放心 我知道 因为这个病患是陈震态呢 我们就要给她特别的照顾 没错 我们一定要贯彻病人辨识的标准SOP 才不会医错病给错药 我的伤口怎么样了 陈先生 你的伤口恢复得还不错 明天开始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附件 谢谢 还好有你细心照顾 我的伤口才可以恢复这么快 陈先生 你太客气了 这些都要是归功于你有运动底子 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 学妹啊 你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一直喊我陈先生 陈先生的 我们就像以前在学校一样 你叫我学长 我叫你小榴莲学妹 这样不就很自在吗 小榴莲 小榴莲 原来她就是你高中 念念不好的小学妹 不要这样子 那你为什么要叫我小榴莲 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不要这样子 真的很痛 你给我住手 你在干嘛 这是我们的家务师 不要你挂 这里是医院 她是我的病人 你对她冬出就有我的事啊 学妹 学妹啊 不要误会了 你不要误会 我跟柔柔常常这样打打闹闹的 她很有分寸 她不会伤害我的 哎呀 原来你旧伤就是这样打闹出来 这还叫有分寸啊 杰一 叫社工 这里有家暴 是 学姐 李医师 你等一下啦 学妹 柔柔她是学柔道的 她本来就是动作比较粗鲁一点 她不是家暴啦 可是你手臂上面那个骨折的臭伤 要怎么解释啊 那是我小时候调皮爬树 从树上摔下来摔断 学长 我懂你想要袒护女朋友的心情 但是你肋骨也断过好几根耶 这明显就是外力造成的啊 是外力冲撞没有错 可是那是我打篮球 被人家架拐子撞的啊 后来我回去啊 又跟柔柔练习柔道嘛 那就不小心撞到东西伤到了 那你为什么那一天 我问你的时候你不讲清楚呢 那是旧伤了 而且都已经复原啦 这跟这一次的骨盆骨折 是没有关系的 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你们误会柔柔 你看 我现在害大家还是误会她了 我们哪里误会啊 你被人弄伤是事实啊 为什么你要拐我跟我男朋友的事 你说你是不是喜欢她 还是你们之前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 你说清楚啊 我 柔柔 我 我跟欧阳一生 真的只是学长学妹的关系 如果只是学长跟学妹的关系 那她为什么那么关心你 还关心过耳朵 柔柔啊 学妹关心学长本来就是很自然的 你不要吃这种奇怪的非处了 我 我心里真的只有你啊 好 那你答应我 从今天开始不要跟她见面 然后我们换一个组织仪式 你说这什么鬼话 她导使我开她是我的病人 你拼什么换组织啊 如果我不能换组织 那我们就转院了 你到底是为了她 还是为你自己的自私啊 她刚开完道你就要把她转院 你都不怕她出意外吗 你这怎么就奇怪 学长 学长 走开 学长 跟我来 干嘛 好啦 学长 需要了 叫那么大声干嘛 你是不是这样照顾病人了吗 学长 你别误会了 我们是看你睡得很熟 才会叫得特别大声的 学长 好 柔柔柔柔 随便拿水了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你怎么跟小小一样啊 一进来就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这张脸全福大都畅行无阻 你还问我叫什么名字 学长 您的脸呢 化成灰 我们都会认得的 那就好啦 你等着我赶快啊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你是鬼大强哦 我刚不是讲过了 学长啊 我们实习医师呢 一定要彻底执行 学长您的规定 这是病患病逝的标准SOP 好 我叫陈正泰 那请问您开的是什么刀 痴疮 冰沟 起药了 学长 好乖 换药 时间到了 阿长 阿长 轻一点 我来帮你换个药 轻一点 痛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痴疮 不是 痴疮先生 不是 不是 我以为您才问我病名 我病名痴疮 我是福大医院执行病处成症 但是我们 没急得很少 快点啦 轻一点啦 干嘛呢 放手 我还没讲完耶 干嘛啦 欧阳峰 你在陈新生的病房大吼大叫 是想要保护他 还是要拆散他跟他女朋友 我没有 但是他要学长转院 学长还刚开完到没多久 怎么可能转院啊 我是他主治医师耶 别的医院也有 优秀的骨客主治 还是 你想把他抢过来 当他的主治兼女友 我没有 没有 从你学长住院开始 你就变了 变成我们不认识的欧阳 好 我承认 刚开始看到学长的时候 我是有抱着这么一点点 可以再续前缘的想法 但是我知道他有女朋友之后 我就打退场鼓啦 那你这身打扮是怎么回事 还不是因为你 我 就是你 跟我说缺点就像病灶一样 切除就好啦 我的缺点就是不够女人味嘛 我想把自己变得更女人味一点 不行吗 你从头到尾都误会我的意思 我是要告诉你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 你改掉的 正是你的优点 我有什么优点 豪爽 真性情 有话只说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粗鲁 白雾 讲话大声嘛 这几点到底哪里有女人味啊 我也想当个真正女人 不行吗 在你还没有遇到你学长之前 你有觉得自己不像个女人吗 终归已决 你所谓的改变 只是自己想象中 以为学长喜欢的女性类型 特别是 你见到你学长的女友之后 更这么认为 是吧 其实你错了 什么意思 真不好意思啊 还请你帮我推轮椅 麻烦一位主治医生啊 推我出来散步 不好意思 我不是单纯带你出来散步的 我想问你 你对欧阳有什么想法 想法 就她现在变成很厉害的医生啊 很替她高兴 就这样 那对小榴莲呢 没错了 高中的时候 我是叫欧阳学妹小榴莲 可是后来我们毕业了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 是听说她是受伤退役的 没想到 她现在变成一个 这么温柔又漂亮 充满女人味的医生了 刚才你不是很喜欢欧阳的改变 有女人味不好吗 不不不 没有什么不好 只不过她以前啊 是很阳光很活泼 讲话大啦啦的 直来直往的 很直率不做作的 很好聊 而且她很好笑 就是女汉子的意思 不不不不 她不单纯是一个女汉子 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汉子 她当年一定不知道 我们队上很多人都暗恋了她 你也是其中一个 被你看穿了 当年的小榴莲啊 真的是超级可爱的 好喜欢她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她 不行 她父亲是超级严格的教练 我们哪里敢啊 她父亲的确不是很好搞 不过后来 我碰见我的小柔柔了 她的个性啊 这跟小榴莲一模一样 所以你的女友 是欧阳的替代品 不不不 不是这样的 的确 一开始 柔柔吸引我是因为 好像又让我见到小榴莲一样 但是我们 已经交往这么久了 柔柔已经变成 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 真的不好意思 我怎么跟孙医师讲这些呢 不好意思 所以你跟欧阳 是两个对的人 只是错过我 学妹她现在是一个 这么专业的医生 你把我跟她比在一起了 很不好意思这样子 真的 我学长真的这样讲的啊 她喜欢像我这样的女汉子 而且她高中的时候 还要恋过我 她这个胸巴巴的柔柔女友 还是照我形象找的 等等 我刚才说过了 那只是一开始 他们现在交往这么久 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 那个胸巴巴的柔柔 一开始要模仿我才有机会啊 你不要搞错重点 我跟你说这些 不是要让你把你学长抢回来 我知道啦 你是要我不要刻意改变吗 对吧 你懂了就好 但是你下手可以轻一点吗 小榴槤